热烈众的演员 王菲菲 你们知道你们跟菲菲一起看的电影吗 我刚才没讲 我看你们 这次我特地给大鹏哥 云安哥准备了 云安哥祝大家 所有的人生都下一个微生 非常开心这次能够 再重新见到大鹏哥 然后我想说这个电影真的非常好 就像刚刚才说的 有笑有味 而且体验的意义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牌子 是吧 造谣一张嘴 屁羊跑到嘴 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意义 就非常非常好 也没有一句牌词我 听话都很想哭 就是当你问这个女生 当你说这个女生是的时候 不管她是还是不是 她都已经是了 所以就说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问你 有没有遭入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还是要反思自己 是不是那个偷窥者 嗯 非常开心这次能够再重新 然后碰到大鹏哥 我想说 大鹏哥是一个 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个人 其实我今天看完这部电影 我今天特别特别想哭 就除了看完整段电影之后 我刚坐到后面 我就整个人特别激动 是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比我们开热烈的时候更加的 就是了解你了 就通过这部电影 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的熟悉的面孔 然后包括我在看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叫大鹏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起的人 然后他 对所有先生的朋友也是 然后对他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细心照顾 然后包括在天场的时候 也对所有的演员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细心地照顾 谢谢 谢谢他宫导演 谢谢 今天因为我们特别有介绍的两个好 好 哇 这是我们新参队的队长 对对对 我想说 我们大鹏哥也不仅会导音乐 还会导舞蹈 对 然后我觉得他是有很多的艺术的坚持 他自己的坚持 嗯 我们跟VV在去年的夏天 一起度过了一个炙热的难忘的燃烧的夏天 对对 即将在今年的夏天大家看到我们的热门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看报警员觉得这个电影好 热烈会带来一样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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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平安票房 保护